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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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 这谁给我冲的呀 我没来打姨妈 我拉肚子 你们干嘛呀都 小人 来个喜大 帮我买点和新打 帮我买点核心理تي提论 你忙你的别太在意 要是你真有什么事 让你心烦的话 记得告诉我 我能帮我就帮 你今天那个工作还做得了吗 就这样 就这样 走吧 先过去吧 谢谢 冯淑 您的文件 你确定是短吗 好 我知道了 回头再联系你 吃饭就别看手机了 好不容易回家一次 不跟你妈妈说说话 对啊 妈 刚想问你了 发布会之后 那事怎么处理吧 当时请那么多媒体 就是想发通稿的 结果那姓陈那一闹 不但不敢宣传了 又花了一笔公关费 才把这事给压下去 陈平真是的 但是因为他印不下这口气吧 对了 妈 嗯 发布会上 你跟董经书说什么了呀 没说什么呀 怎么了 没事儿 我就随口问问 那天发布会啊 我本来想结束以后 去你那新买的房子看看的 结果这一闹我也没顾上 哦 哦 什么意思啊 就没什么好看的吧 这样吧 一会儿吃完饭 我让司机送你回去 完了我也顺便跟我去再看看 不用 我那儿特别乱 妈 这么用 我自己回去就行 一会儿我让保洁一块儿过去 跟你收拾收拾 阿姨连我们家都收拾不明白 还给我收拾 到时候收拾收拾的 我东西都找不着 我怎么觉得 你不想让我过去啊 嗯 主要是 我现在跟董事长住一块儿 什么 什么时候的事 最近 怎么也不跟我说一声啊你 对 现在年轻人也真是的 这样吧 你回去 跟他商量商量 找个时间 我去拜访一下 这不太方便了 吃饭 定了时间告诉我 我 我当时真没想那么多 我 我就是不想让我妈知道我卖房了 所以我信口胡叨叨一下 说 说咱俩同居了 那我也没想到我妈会顺肝爬呀 大家明白 就帮我一次 就这么一次下不为例 张希达 我觉得咱俩有必要 好好谈一谈 谈 谈 谈什么呀 不谈 我 我才不跟你谈 你最近忙 你先忙你 你先别走 你听我把话说完 这几天我好好想了想我们的关系 我觉得我们还是不合适 为什么呀 是因为我我我假装要跟你同居吗 那我不去了 我跟我妈说我摊牌了 不去了 不是这个问题 那是什么问题 我我做做什么了吗 大明白了 我这段时间我一直攒着气 自从这个发布会之后 你一直对我不冷不热的 咱俩不合适 哪儿不合适了 不合适也要有个理由吧 是因为我们家的关系吗 还说我一直着急让你见父母 让你压力很大 那咱不见了呗不就 这 这事不都商量来了吗 不是你说话呀 你 你怎么不能这么不清不楚 不明不白的 就给我判了一死刑了就 之前是我自己没想清楚的 我们俩家庭性格成长环境 年龄都不相同 跟你在一起太累了 对不起张喜达 我们两个真的 没有办法走下去了 不是 你不要跟我道歉啊 不 我觉得很可笑 我又不傻 这上开车生下来 就是天生一对的呀 谁不需要磨合 随便你怎么想吧 都不重要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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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还就没有天生一对呀 谁天生一对 又不是双毛毯 你说 我说 如果我爱上了一个 受过良好的教育 对所有事情 都有自己的价值观 经济上也很独立的女人 我是不是注定是场悲剧 这种女人对你没有任何诉求 所以她可以是你的脸面 也可以让你随时毁搬 这问题该怎么解决 就像是一个陷阱 从你们俩好的那一刻开始 就陷入了一个高强高压的情感关系 除非你变得更强 否则她肯定会找一个比你更强的男人 而你 就会越陷越深 越晚本该失去越多 因为一切 原本不在你的掌握范围之内 那我该怎么办 还想要有 好吧 我也忘了 可热 quand是不应该 幽黄添 采血 你们谁先来 爸爸 为什么要采血 因为 因为我们要检查一下 悠悠的身体啊 看看你最近吃的好不好 还是你身体力 有没有缺什么东西 走吧 悠悠 要不这样 爸 我带悠悠先到旁边玩 您跟主任聊会儿 来 董主任 真对不起 耽误您把握时间了 其实这两天我也想了很多 但是我越想了多就越不敢来做 我知道这个事就像 就像一根刺一样炸到我心里 越不拔出来我就越难受 但是我就怕真的把它拔出来了 我承担不了这样的后果 其实这个鉴定 您做不做 都是您的个人选择 我们尊重 很多夫妻觉得亲子鉴定 是婚姻的粉碎石 一旦做了 就像伤口被撕开 会留下疤痕 永远不会愈合一样 但是其实幸福的家庭 是不会想要做亲子鉴定的 从夫妻 开始互相怀疑 想要做鉴定开始 这段关系 就没有办法愈合了 我懂 其实 在这段错误的关系里面 最无辜的就是孩子了 你带悠悠走吧 行 那我就送到这儿 大哥 我最后给你一句劝 如果这事真闹到法院了 即使你不做亲子鉴定 你也一定要给自己做好准备啊 不只是为了你 也是为了悠悠 些从心建设 娘 娘 羽蕩 那天就跟来了 你拒肥 Content 我跟你说 他请假跟我找你没有关系 我今天来 想说什么你应该知道吧 我知道 那天在会场 我听见了 不 我听见了一部分 我不知道该怎么和你解释 这个世界上 很多事情 其实比较复杂 其实不复杂 无非就是你离异了 不管是因为他夜出挺离的 还是因为你们夫妻关系本来就不好 反正是离了 是 你比我有钱 是他的上司 但是这就能成为你们在一起的理由吗 我们的婚姻还在存续期呢 我想知道 你们俩除了老公老婆的称呼之外 也睡了吧 你听我解释啊 你不用解释 其实我 你回答我 是 还是不是 是 我们离婚后 你们俩会结婚吗 如果条件允许 是 会吧 我也认真考虑过这件事情 我会带他出国 这样 就会把这件事情的伤害和影响降到最低 不管是对他 对你 对我自己 当然 还有孩子 对我 说实话 我并不关心你跟她 是玩一玩还是真的要结婚 那是你们俩的事 我最担心的是孩子 我跟他打离婚官司 最大的分歧也就是在悠悠身上 我在想 如果 我是说如果 孩子真判给了叶淑婷 我希望你能尽你所能地对孩子好 毕竟他是受害者 是最无辜的 我懂 你放心 我会尽我的全 我的全力 我知道 我不是每件事做的都是对的 但在孩子这件事情上 请你相信 我是一个好人 这件事 也是我可以承诺的 对不起 我希望你是个好人 我就知道你在这儿 找我干吗 我也不想来找你啊 但陈萍他邀请我们一起去野营 不去 他们家那么多事情没有解决 有心情去野营吗 陈萍找到叶淑婷出轨的证据了 但后来她去跟洪总聊了一次 就撤诉了 那悠悠呢 悠悠啊 悠悠她妈拿到悠悠的抚养权 听说是要出国去了 所以陈萍才说 在他们出去之前 邀请我们一起去野营 悠悠指明要你去的 她好像很喜欢你 宝贝 来 让希达哥哥给咱俩拍开 和他一位 有一点 我还记得 你那是什么 是什么 我应该去野营 因为我会和你 他在这里 我会让你来 一位 我会把你做的 我去野营 事实行 是什么 你会被你打了 你打开 我会被你打开 你这是什么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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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老婆 我到底哪儿做错 你告诉我 我敢还不行吗 散开 你告诉我 我敢 我敢还不行嗎 我本来不想把话都说出来 我们就算是分手 也给彼此留点尊严 但你一定要逼我说 好 那我就告诉你 我上次就跟你说过 你太幼稚了我受不了 而且我受不了你家人 我在单亲家庭长大 我们的成长环境差距太大了 我们之间的问题你看不到吗 我跟你在一起每天都不开心 所以趁着现在感情不深 我觉得分开对彼此都好 感情不深 你的意思是 我至始至终都没有从前的心理是吗 同龄说 你对感情可真是收放自若 是啊 你对我的感情不深 那我呢 你要我怎么办 那是你的事 行 你说你受不了我家人 我家人怎么着了 怎么着你了 你说我幼稚 聚聚在里 我确实幼稚 我就是幼稚 他至少我努力了 我为我们的感情我努力过了 我付出了 你这段感情你努力过吗 我家真的好累 真的累了 你说我到底该怎么办 我最后再说一句 把手放开 就这么放弃了 就这么放弃了 我就这么放弃了 这就是真实的我 你现在看到了吧 受不了是吧 受不了你就走啊 你了 你了 是 我 你了 我 我 我 你了 我 你啦 你了 我 我怎么是你呀 怎么突然回来也不知一声啊 大清早吓死我 是你把我吓死才对了 那你回来干吗呀 妈 我要相亲 好 您说我不想活了 马力学你在哪儿 我在你家楼上 你还是来了 太晚了 一切都太晚了 我的心已经死了 没有你我像行事走肉一般地活在这个世界 我热爱的 我追求的 我的过去 我的 我没有未来 马力圈你吸引了对不对 我知道你不爱我 我知道你看不上我 我觉得我是过 但是我还是想让你知道 即使我死了 我也依然爱着你 你如果想跳 回你自己家跳去 英叔 其实我 昨天还兴高采烈给诺欣的新锁剪彩 你的行为逻辑 确实不像今天能互助一致往下跳的人 行 你 英叔 英叔 你怎么这么绝起啊 你辜负了我对你的爱 英叔 你回来吧 我求你了 我的生活真的不能没有你 你如果说人话咱俩还有得了 你说吧 到底发生什么事了 你这个女人 什么都好 就是太清醒了 你说 我说 我居然说 其实诺欣在这次投资 遇到了一些问题 这也是咱们最近的一个财务情况 前期的贪子破的太大了 所以资金吃得有点紧 还是希望您能再注资一起 说实话 我关注到亲子鉴定行业 都是因为前段时间B欠的案子 那个当妈的啊 太强了 您说的是B欠啊 这个女人我也解释过 当时她找我 还是我推荐她去找邓您书的 对啊 我就是听你说的这句 我知道你们是朋友才偷得你 可是你现在呢 给我的报表 非常难看 吕哥 这个你得再听我解释一下 短期内呢 打住 我不想听 你们行业我是外行 你说的再多 我也不懂 我不懂 你就能骗我 我说没错 李哥 这话 也不是这么说的吧 我做投资这么多年 知道没好人赚钱的 都是有投不资源的公司 而那个董灵书就是投不资源 所以 我不管你们是真的好过 还是和我吹的 千中万确 现在让我追加投资 我的条件只有一个 让那个董鉴定师来落信 成了的话 咱们就接着往下聊 说明白了吗 明白 明白明白 林叔 这次你一定要把握 现在落信全空了 如果他现在撤死 我就彻底全完蛋了 什么叫落信全空了 你们之前不是一直做得很好吗 原来是情赏事宜 小赌计吧 谁成长越玩越大 我现在外边欠了很多钱 但是林叔 你相信我这一次 只要这一次你帮我渡过去了 我以后说什么都不赌了 还有 还有你的薪资待遇 咱们什么都好商量 如果账面上的钱不够 我想办法再跟你凑 林叔 我知道你心软 你绝不会看我 就这么废掉的地方 咱们重新开始吧 你回来诺信我把我的威子 让给你 我给你做扶手 李哥 我介绍一下 这是董林叔 林叔 这是咱们诺信的投资人 李哥 您是董建定师 你好 我经常在电视上看到你 坐坐坐 坐下聊 坐坐坐 服务员救水单 林叔 你先点一下 我先接个电话 你们先聊着 行 马上回来 我有了一群马的 只会打嘴炮 没想到 他还真把你给请来了 董主 你打算 什么时候来诺信啊 我是不会去诺信的 什么 我说 我不会去诺信 那你今天来 是玩我吗 我今天来 是要提醒您 诺信的账 有问题 放心放心 只要董林叔来了诺信 您这点钱 根本不成问题 对对对 我正在抓紧办 跟哥几个说 再轮我几天 好 哎 李哥 您说他人呢 他临时有事儿 先走了 那你们刚才聊得怎么样 挺好啊 他说随时可以入职 太好了太好了 李哥那您看咱这个投资 没问题 太棒了 小马 你最近不出差吧 如果最近不走 那我钱到账了 就给打回去 不出差 不出差 李哥您随时吩咐 好 好 张希达 你今天是要去卖 我去相亲 张希达 都给我扔开 你也走不了 张希达 别骂着我 走不了 你们别吵架 别吵架 这下是是猪 出轨啊还是抓小三啊 你也在走 你别走 那走 你难得走了一趟 我们就婚到这么近了 走不了 让开 不能走不能走 怎么会这样的 别拦着我们 都别吵了 这个是我们建立中心的董主任 有什么事找他吧 你们两个准备采样吧 我们不会做的 不可能 明天我们就登机结婚 我们不是秦叔妹 有情人终成兄妹啊 不是你们想的那样 那是怎么着 你们两个做好全天再来找我 你们两个做好全天再来找我 我们认识两年 所有人都说 所有人都说 我们长得有福气象 我们喜欢听的小钟音乐 居然都是同一个歌手 我们都喜欢白色 对海鲜过敏 左撇子 红绿色吗 我们觉得彼此 就是另一个世界的自己 你们知道吗 这个世界上 几十亿人 能遇到这么契合的另一半 有多难吗 就因为我们的相似 我们都是同一个医院的 试管婴儿 就非得说我们是秦兄妹 看你们俩感情这么好 如果能够顺顺利利的结婚生子 这也是我们的希望啊 这样 不好意思 我插句嘴 我觉得如果单纯 只是你们的怀疑的话 确实有点牵强 我们俩老伴 当年都没有生育能力 那个时候 试管婴儿技术才刚兴起 我们俩就都去了同一家医院 做试管婴儿 所以 当我们发现 他们也是同一家医院 做的试管 还长得这么像的时候 我心里老绝对不对劲 就私下去找了当年的医生 医生说 的确有可能 是同一个生物学父亲捐机 但这种问题 你其实是可以去找 当年那间医院调取病例 来验证一下吗 对吧 前几年医院发生了大火 很多资料都销毁了 我们也是没有办法确认 才逼着这俩孩子 过来做亲子监定 那我觉得 你们应该做一下亲子监定 这样大家心里才踏实 那如果 那如果我们真的是兄妹 让我们怎么面对啊 我跟我同父异母的哥哥睡了 我想死的心都有了 那你们打算就这样灰灰灰灰灰的过下去吗 如果 如果你们今天不做这个建议 妈 我建议撕给你们开 terrorist 的 ノ 我 觉得 那 我